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1186集 夏小兰把游历载到之前上车的地方 一个月200块的工作她真没骗人 不至于拿这点事来骗游历 游历个子不矮,身材也不错,五官又不丑 除了年纪小点,好像也没啥缺点 美满17岁,出对象吗,是小了点 工作吗,也不算小 一些顶班进长的人都这年纪 前些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不也有很多十几岁的吗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游历什么情况,夏夏兰兰的多问 只是,刘芬马上要开第四、第五家分店 正是缺人手的时候 培训其他人当店员,多一个游历也不碍事 反正游历盘量调顺的,卖衣服还挺合适 杨永红要去服装店兼职,夏小兰还拦着 认为杨永红去是浪费了所学的知识 游历要去,夏小兰就没这个顾虑了 没技术没学历,就剩青春逼人了 游历只能先吃的这碗青春饭 能端稳饭碗就不错了 两百元一个月的工资,夏小兰没吹牛 几个店业绩最好的店员拿得比这个还多 夏小兰是给游历说了个薪酬期盼 能不能拿到要看游历自己工作卖不卖力 这份工资不看资历 普通店员底薪都是一样的 谁的业绩好,谁多拿,最公平不过 哎呀,我这是做了好人好事,还不图回报啊 夏小兰都没和少光荣说 因为少光荣也在帮忙跑腿啊 周成临走前好像交代他去联系人采访陈希良 晚上,夏小兰就看见了京城的晚报 署名是记者刘轩 这人居然一口气发了两篇文章 一篇是龙东初至王府井大街的时装秀 另一篇是演员张小捐出上万广告片酬 夏小兰快速扫过第一篇 版面给的位置不错呀 就是刘轩写的太水了些 记亚的润笔费给的不够 夏小兰百思不解 晚报刘轩写的报道居然是干巴巴的 夏小兰难以置信 发行量这么大的报纸 记者就这种水平 倒是第二篇说张小捐钱的 写的生情并茂 非常煽动人心 难道这个刘轩是张小的影迷 这滤镜太厚了呀 夏小兰自然是想不通 记者刘轩的心理变化 不过这对露娜是好事 记亚要是看了晚报 想必十分郁闷 夏小兰还以为 记者们会把两件事 混在一篇报道里 特别是记亚花钱公关后 甚至把张小和陈希良说的话 轻描淡写的带过 这个晚报简直是意外惊喜 不仅给开了单篇报道 文章质量还这么高 夏小兰都怀疑 记亚给润笔费时 新风上是不是写错了名字 刘轩还写了陈希良说 要捐钱的事 不过陈希良不是公众人物 万一就是随口一说呢 刘轩也没把话说得太死 对陈希良说的 卖一件衣服就捐一元钱 抱着质疑的态度 显然 刘记者想要把事情搞清楚 再大肆报道 周成叫陈希良先不要接受采访 陈希良回宾馆后 就躲起来不出现了 正如夏小兰猜测一般 在京城发行量不小的晚报 记亚那边不可能不看 花钱买的版面 文章质量还不如另一篇写章小的 记亚自然生气 这个晚报的刘记者是怎么回事 嘴里答应得好好的 其实是被夏小兰那边收买了 汪明明和经纪人乐风也不满意 香港的报纸是书版繁体 大陆的报纸却是横排简体 阅读习惯很折磨人 好不容易看完两篇内容 汪明明心中意识不舒服 这是刻意针对我了 两篇文章放在一起 人家能不比较吗 张小时拿上万的酬劳 全部捐了出去 露娜的陈希良还说什么 请香港明星要十万酬劳 刘轩倒是没有说Elegance的坏话 却刻意强调了 Elegance邀请了香港女性 汪明明女士现场现唱 并拍摄广告 把两篇文章放在一起看 只要不是弱智 都知道拿十万酬劳的香港明星 是汪明明咯 换了别的时候 汪明明还要感谢刘轩 替她宣传身价 唯独这时不行啊 汪明明看着乐风 指望着自己经纪人 能拿个章程出来 乐风咬牙 大陆的演员拍戏片酬那么低 我就不相信张小会舍得 捐一万块给小学生买校服啊 一万块 中环上班的白领也要攒几个月的 大陆人均收入这么低 张小拍一部戏 能拿一千块吗 乐风不相信对方舍得捐出这么一大笔钱 乐风再次对季雅献祭 我们能不能派人去采访一下张小啊 能确定是他弄虚作假就最好了 不踩死对方 对汪明明的形象好像有影响 剑技亚兴趣不高 乐风脑子赚得很快 张小捐钱是假的 Luna那个姓陈的自然也是骗子啦 商人都想多赚钱的嘛 哪里会舍得掏钱出去送给人家 香港搞慈善的富豪都是什么身家 人家富豪一次性捐多少钱 博个好名声 就是首富也没说 卖一个楼花就捐多少钱咯 谁也不能预料以后的事 这种话一说出来 只要品牌没倒闭 钱是要一直捐的 季雅把报纸丢桌上 你不要在乎这种小事 你可能对夏小兰还不太了解 她不会留下这种把柄 等着我们去抓她 季雅鄙视夏小兰和刘芬的事 母女俩不要脸 专门靠男人上位 就想着攀高枝 但夏小兰做生意 的确有几分本事 乐风要去查捐款的是 季雅怀疑这是个坑 故意露出来引诱她上当 如果真的带着记者去查了 张小又真的捐了校服 那岂不是白白又替Luna宣传一回 季雅是不会干这种事的 她现在要做的 是报纸上不能再讨论张小和Luna 必须让Elegance的时装秀 占了上风 晚报的记者刘轩 已经是失误 明天的其他报纸 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 对了 张小是替Luna拍广告的 看这意思 广告早就拍好了 季雅发现了现在最严峻的问题 Luna的广告 会在哪里播放 郑文秀帮了季雅这么多 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时装发布会虽然没有尽善尽美 好歹也圆满结束 除了张小和陈希良闹出的乱子 那些原本在季雅工作室 订做衣服的贵宾 还看得挺高兴 Elegance的风格 他们比较喜欢 如果大量生产 衣服的售价肯定会降 郑文秀也引起了重视 他们动作没这么快吧 难道把广告送去中央电台啊 我去给你打听打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